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说街头小吃 烤串肯定是当人不让 烧烤也喜欢吃的料多 从小时候就喜欢吃 经常吃的 我也烤 但是在家中做烤串 让好多人望而却步 味道不够吧 还是有差别 可能跟调料什么都有关系吧 无论是食材挑选 还是腌料调配 都是无法达到正宗口味 今天以南一北的烤串风格 教大家美味烤串 家中做 今天我们是回家吃饭 特别节目 人气小吃 当我听说这个小吃以后 我留了一嘴哈拉的 那到底今天这个小吃 它是什么 那我就抛砖引玉 今天二位到底带来 什么样的人气小吃 接下来欢迎二位 今天二位特意为大家做一回人气小吃 二位都是做什么小吃的呢 咱先饱个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看我们后面 有两个他们的战棋 战棋 一会儿二位到底做什么 一拉这棋子 您就明白了 说说您做的是什么小吃啊 我做的是串 串 哎呦 哇 老里教电烤串 很好奇您到底是谁 能给大伙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我是孙明串 我做烤串 三十年了 所以今天教我们一些心得 一会儿我们在家里也能做出咱们正宗的这个电烤串 对不对 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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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旁边这位呢 有民族服饰的 也介绍一下吧 今天做什么小吃 来 咱们看个正题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德红烧烤 德红烧烤 您做个自我介绍 咱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黄健 一直在做最正宗的德红菜 咱今天呢就赶紧您教教我们咱们北京的烧烤怎么做 咱们呢跟南方的烧烤进行一下呀 小小的比较 看看哪种烧烤更好吃 小肉买回来以后 你先得蒜肉 你把这个筋的这块 你搁地蒜出来 做那个肉筋 您这是什么羊啊 这个是 绵羊 绵羊 其实最好的羊就是 蒙古的就是小尾寒羊 你每只羊你买回肉来 说白了那个羊尾占的分量太大 小尾寒羊它就是羊尾小 然后肉比较丰富 肉也丰富 它肉也比较嫩 转完了以后 这是肉筋 这就直接切肉串 大伙都知道羊肉 它有一个独特的星山味 您这好解决吗 没问题 回头一会告诉大家 怎样把这个山味去掉 诶 偷我细细观察 孙叔切的时候 基本上保留大拇指 这么宽厚的这个肉质 差不多 这个看这个切肉 知道北方人特别豪爽 特别豪爽 大口吃肉嘛 对 这么大块肉 一嘴 脆骨的话 稍微带点肉 穿得如也好穿 这时候稍一改刀就成 我想问问这个板筋 咱们德宏那边有这类的 也有板筋 但是我们这个羊板筋 没吃过吗 都吃牛板筋 都吃牛板筋 对 羊板筋还很少吃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腌制了 对不对 对对 那腌的时候 您是不是有独特的小方法 有有有 这你再告诉我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好好 其实肉筋肉串 腌制的方法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对 现在搁一点盐 搁一点糖 起到提鲜 去腥的作用 胡椒 点一点胡椒粉 点来一点 我听说咱们家这个调味 也不用过多的那些 没必要 羊肉就吃肉的 原生菜的味道 搁一点酱油提提色 点点鸡精 搁一点料酒 去去腥的 然后再加一点秘密武器 这是什么 我能闻闻吗 我可以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把花椒 葱姜 搁在锅里头 煮上那么个15分钟 2分钟 然后晾凉了 挤到去腥提鲜的作用 然后抓一点淀粉 就是挤到饱水的作用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不复的 其他这几份也都按这么 对 所有的肉筋 板筋都这样 都这样一样 直接抓了去 但今天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挺有准备了一份 对不对 对 因为它腌制的 最起码在两小时以后 才能入味 所以我们有把准备好的 先请上来 我们拿那个做 来 您可以把这个揭开了 这腌子好 在会儿可以从外观上看 颜色上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它经过一些沉淀 已经变成一些 就是深红色了 那我们这个就已经准备好 接着就会穿串了吧 穿串 王大叔 大家工作来了 来 您先穿一个我们瞧去好不好 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们的烤箱 它是竖着烤的 所以说第一块 也穿肥的 烤的时候 我就停下来 都进到肉味里边去了 肥的穿在最下面 对 像外边 咱们要有碳烤炉的话 你就把肥的夹在当中 肥的夹中间 它就往两边滋润 以前咱生意最好的时候得穿多少串一天 没算过 没算过 大概呢 这一千得有了吧 差不多吧 也差不多 我看这孙叔特谦虚 家里的生意好 老婆好像往外说 你说这个 那我先帮您把这烤箱先加热上 好的 咱们一会烤串 好的 来来来 但是这个烤箱好像据我所知 已经陪伴孙叔很多年了是不是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这个跟我一边大了 这三十年这个美味全从塌出了 穿脆骨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把肉穿进去 对 主要是穿肉皮 来 朋友们 我们这个烤串已经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来了 准备烤一下 咱们这个烤串烤多长时间 像我们那烤箱因为它功率特别大 五分钟到六分钟差不多就少了 就行了 我知道咱们开店挺长时间的了 而且到咱这吃的都是老客 您怎么能把这些老客都能留下 在您这儿三十年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第一 选材比这个好 第二就是你味道你不能变 你变了肯定人家就不拉了 对 就不高兴了 对 咱这种吃的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味道 吃的还是我们这一个人情味 对 您听这里头已经呲啦呲啦呲啦 那种响声特别好听 孙叔叔咱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五六分钟了 烤得怎么样了 熟了熟了 不不不 sets 蚇 problems dear Hole 儿 你而已 Gallery 我有什么事 wal开 那чески حم模 Jacqueline 他很明显 她其实挺能够的 蛋吃的 是怎么그램 嚴選雞肉才能安心嘗鮮 太太樂 三鮮雞精喊您回家吃飯 嘗一嘗這個肉串好不好 好 謝謝 來的黃大粥 太嫩了這個 嚼起來特別爽 嗯 裡頭這個羊腿肉特別嫩 特別的入味 這個口香吧 它就功率比較大 它就能保證這個肉不至於水分的散失的太多 所以說它更嫩 選材也選得好 這個燒烤技術真的好 很多人啊 文件烤串就停下了腿 很多人呢 一吃起烤串就停不住嘴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今天回家吃飯 廚房科學會告訴您答案 歡迎來到廚房科學會 夏天是爐串烤肉 為什麼燒烤對我們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呢 當我們用火把肉烤到高溫 肉的表面會逐漸變乾 肉中的氨基酸和還原糖 會發生一系列複雜的化學反應 被稱為美拉德底 美拉德反應非常的複雜 它的反應產物也極為多樣 其中有一些小分子的物質 具有香味 有一些小分子的物質 能夠讓肉的表面 產生誘人的棕色 除此以外 不同的肉中 還有許多其他的複雜物質 在高溫下被釋放出來 從而讓烤肉 具有了更加誘人的複雜 原來是這個原因 烤串雖好但不要多吃 告訴大家一個重要的事 那就是買米買麵認準福利門 中糧福利門米麵 回家吃飯指定米麵 首先剪羊腿肉 切成3厘米漸方的肉塊 加入鹽 糖 料酒 醬油 雞精 澱粉 加入花椒水 醃製2小時 然後把醃製好的肉塊 穿成肉串 家庭做法 把烤箱加熱到200度 烤製5分鐘到6分鐘就好了 德宏的燒烤酸辣為主 但是好吃的地方 不是來源於我們的燒烤 而是來源於我們的蘸水 這個蘸水太關鍵了 對 一點微微的辣 在嘴裡四處的蹦穿 特別的好吃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 黃大廚怎麼做德宏燒烤 我今天做兩個燒烤 一個是叫蝦毛草烤排骨 還有一個是炭烤五花肉 我看看您首先準備的這個 調料就特別豐富 對 那今天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都是我們德宏原生態的食材 這個是蒜蒜辣 蒜蒜辣 就是你一蒜就辣 蒜羊肉你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蒜辣椒 你說本身應該就很辣了對不對 對 這個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之一 這個辣椒呢必須展到乾旱的山裡面 只有德宏才能生長 只有德宏有 有人拿這個到東北去種 種成的甜辣椒 特別甜 就是辣味沒有了 沒有了 甜味 甜辣椒 所以你看這個產地很重要 對 這個呢叫 這個我知道了 老米鹽碎 我以為是油麥菜的 不是 很香嗎 這個鹽碎呢 比一般的鹽碎還要香 香味好像比香菜更濃郁一點 對 我們做菜都比較喜歡用這個 然後呢 我們今天還用了一個香茅草 這是乾的 生的我也帶過來了 這個就是新鮮的 新鮮的 我從雲南的德宏專門帶過來了 然後呢 我們今天還有特別介紹的是這個 雞蛋果 雞蛋果 跟似的似的 對 這個雞蛋果呢 它是比較酸 就是我們用的時候 這個雞蛋果一定要選 不是全熟的 因為全熟就偏甜 半生半熟 它就是酸甜帶味的 如果你是全生的 比如說綠色的的話 可能吃起來就太酸了 就沒辦法吃 所以我們選料呢 就是可能你看它 有點像雞蛋黃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蛋黃 對 其他的可能做菜就沒有用到 用過 但是都是我們本地的一些作用 我們的德宏吃燒烤呢 一定是要做蘸水為主 哪一家燒烤好不好 是蘸水好不好吃 您家裡的這個蘸水是 大夥怎麼評價 我們家的蘸水大家都評價非常好 太好了 所以咱今天呢就找那人了 接下來咱們就邊做邊說 好 我們先醃排骨 首先我們選排骨呢 盡量選的是排骨的骨粽 因為骨尾的話太厚了 做出來這個不好吃 捆的時候也不好捆 排煎呢又太嫩 然後烤出來它味道不怎麼好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放作料 可以 辣椒麵 你這樣這辣椒一會吃上去以後 會不會特別辣呀 我們德宏人是比較愛吃辣 愛吃辣 這個草果粉 對 然後呢我們放一些鹽 需要一些雞精 雞精好 要放一些油 這個孫叔叔這跟您那個操作 就有不一樣的地方了 以前沒有放油 做它的澱粉 對 那咱們這個是放一些油 然後同時增加熱化度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呢 綁了一個香茅草 要濕的 要這種的 對 我們是用這個乾的這個香茅草 泡了水之後 它就稍微柔軟一些 要泡多久能變成這樣 用開水的話 就泡15到20分鐘就可以 就可以變成這樣了 對 我們用兩根香茅草 然後呢 然後呢 激一個活的結 下來之後呢 用這個香茅草 這樣來捆 捆完之後呢 把這個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呢 然後你一拉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捆好了之後 你看把這個 剪掉 這就是一個 等於先做一個扣 然後呢 把這個轉 這樣捆 好 好 好 咱們今天呢 咱們就大概做了這些 好 這個我們應該要先把它蒸了 好 我得拿一鍋 現在到了這個步驟呢 就是說 香茅草 然後把它解開 把它墊在下面 用乾的就行 對 同時蒸的時候 它這個牛油水容器的加入 它香茅草也會變軟 它的香味也會激發出來 對 也會更好地融入這個豬肉的排骨裡 大概蒸30分鐘 就是要排骨全熟才行 那我們接下來就光等這個排骨 等著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下五花肉 好 五花肉呢 就是選材的時候呢 一定要選這個肥瘦相煎 是 就是比較均勻的這一塊 那因為它你肥肉太少呢 它也不好吃 太多就太膩 太膩 對 今天我們是小吃大排大 看了這種得宏的口味 能不能受孫術的情來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醃製 首先呢是我們的辣椒麵 這個草果粉 對 然後呢 鹽 雞精 然後油 那下面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這肉醃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蘸水 太好了 可是最想看的就是這個蘸水 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主要介紹兩種 一種呢是涮酸辣蘸蘸水 一種呢叫雞蛋裹蘸水 首先呢我們開始做雞蛋裹蘸水 現在呢我們拿了一份很簡單 放到水面煮十分鐘 來吧 叫做雞蛋裹蘸水 但是呢 它很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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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花肉蛋要烤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就烤到它的油开始筋出来 然后它的肉开始就一点点焦的时候就差不多 就像刚才孙老师他那个套锅是没有火的 所以看着颜色也特别好 因为火的话有一点可以 但是火大的话容易烧焦 焦了就不好看了 好了 可以了 满屋子已经弥漫着香茅草的香味 这个蘸水太关键了 对 对 对 一蘸水又解腻又清香 一点微微的辣在嘴里四处的蹦窜 特别的好吃 好吃 哇 真太棒了 这三包桶的香味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感受过 它完全融在肉里呢 这个便宜一般风味 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为什么这个香味独特 就是因为放了一个关键的调料 那就是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太得乐 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 将五花肉切成肉片 把排骨五花肉放入网中 加入细腊子面 草果面 食盐 鸡精 食用油 用香茅草把排骨捆下 放入蒸香中蒸大概30分钟 鸡蛋果蘸水是将鸡蛋果煮熟以后 把皮包了以后切碎 加入这根姜末 小米辣 老米盐碎 盐 搅拌均匀 酸酸辣蘸水是把酸酸辣切好 放入蒜片 老米盐碎 酱油 将蒸好的排骨和腌制好的五花肉 放入烤炉上烧烤 五到六分钟烤熟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烧烤特成功 录完节目回头上摩店吃烤串的 真的 真的 咱倒是一定去 一定要去 然后到时候还是希望大家有空到我们德宏来 咱们一会儿真的好好尝一下 不管是这个南方的时候还北方的烧烤 我们不仅的互相的交换美食 同时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们回家吃饭 人气小吃将继续履成 还有哪种人气小吃更能得到您的喜欢 还有哪种人气小吃您更想了解呢 咱们下期再见 烧烤 是只将食材放入汤汁 以温火慢热 收汁的同时使其成熟入味的过程 凭借烧菜品质 收汁是关键 味浓之后又不阻挡食材本味 是烧菜最迷人的地方 稳定了